《丁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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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大家对彼此相爱的命令 应该不会陌生 因为在圣经里面 的确多次提及相关的教导 其中一次是在 《约翰福音》第十三章 三十四、三十五节 耶稣对着门徒说 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 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 我怎样爱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相爱 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 众人因此就认出 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原来彼此相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 人就认出我们是跟从耶稣的门徒 在彼此相爱这个课题上 当我自己反省 在我的信仰历程里面 大致可以分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就是我学习去爱一些不可爱的人 因为在我未做基督徒之前 从来要爱人 特别爱一些不可爱的人 从来都不在我的字典里面 所以说是由头学起 的确是一个不容易的 特别是最初回到教会 要学习包容其他人 和其他人一起的去团契 一起的侍奉 都有很多学习的功课 后来做传道人做牧者 更加接触人的层面广了 给了我自己有很多实践 去爱一些不可爱的人的经验 但是在我信仰历程的后半部分 我会这样看回 其实原来还有另一个功课 我继续在学习 就是尝试去开放自己 让别人去爱一个不可爱的我 原来这个也不是容易的 我想说就是一个经验 在我以前牧会的情况 每一年区都会举办一些会议 让牧者休息 而在那个会议里面 每一次都有一个洗脚的环节 通常就是一个区 我们有一个叫区监督 就会帮一些主要牧师去洗脚 然后一些主要牧师 又会帮一些传道去洗脚等等 通常都是以大服事小的 就是访效主耶稣 帮门徒洗脚的访仰 但我有一个观察 就是其实在现代的处境德当中 这个洗脚的行动 其实是比人洗脚的更尴尬一些 昔日耶稣帮门徒洗脚 当然是一个很谦卑的行动 要洗脚的臭脚 就是一件很骚髒的事情 但是在现代里面 就是你愿意去脱鞋 脱脉 把臭脚给人去洗 所以展露在人的面前 其实也是一件很尴尬的事情 就好像当今天我们愿意开放自己 去被人去关心 被人去爱 其实原来都是一门行物 特别如果你信了耶稣越来 在教会侍奉越多的时候 大兄姊妹对你有一些不同的期望 可能要你放下自己的身段 展示自己软弱的一面 需要被人关心的一面 都不是容易 因为在某程度上来说 当我们去关怀其他人 就仿视我们是一个高位 去帮助一些有需要的人 其实这样反而容易一些 但如果我们要接受人家的关心 接受人家的爱 我们就处于一个卑微的位置 这个反而不是我们个个都做得到 但盼望在一个真正的教会群体里面 我们继续去学习彼此相爱 一方面去爱一些不可爱的人 另一方面开放自己 不介意展示自己的软弱 乐意被人去关心 被人去爱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